大家好,我是雷洋,祝英王体育学的朋友们红红火火都能够在英王体验精彩人生。 12.15分。2020-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比赛补赛即将打响。本场比赛由巴塞罗那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。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目前在西甲联赛积分榜上23胜5平6负,积74分排名联赛第三。在积分榜上落后榜首球队马德里竞技两个积分。 而目前排名第二的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同击74个积分。这也意味着,这三支球队都有本赛季夺冠的希望。另外,目前排名第四的赛维利亚也是70个积分。也有争冠的希望。 但不管怎么说,本场比赛对于前四都是极为重要的。如果马进能拿下比赛胜利,榜首的位置将大大稳固。而对于巴塞罗那来说,如果能够取得胜利,那么也有很大希望重返榜首。 巴塞罗那进攻是很不错的,从竞胜球数据来看。他们目前攻入了80球丢33球。是所有西甲联赛球队中进球数最多的球队。进攻没有问题,但是后防线不稳固。 在同级别的球队中是丢球数最多的。巴塞罗那主客场的表现都还算不错。他们在自己的主场场均能够打入2.6球丢1球。而在客场则场均能够打入2.3球丢1.1球。所以本场比赛主场作战,巴塞罗那拥有一定优势。马德里竞技。马德里竞技本赛季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。 目前在西甲联赛积分榜上23胜7平4负。积76分排名联赛第一,实力非常强,表现很稳定。联赛所剩场次不多,如果马靖能够稳住自己的排名,将会是很多年来第一次拿到西甲冠军,非常不容易。马德里竞技目前在西甲联赛中攻入61球丢22球。丢球数依然是所有西甲联赛。 西甲联赛球队中最少的西蒙尼的球队防守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固。另外,马德里竞技本赛季从巴塞罗那买来了苏亚雷斯。令进攻陷如虎添翼,所以进攻也能造成很大威胁。 整体实力很强。马德里竞技近期状态一般,过去五轮比赛三胜一平一负。胜率并不算特别高,不过,本场比赛对于马靖来说是生死战。必定会全力以赴争取赢下比赛。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,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谢谢,thank you。